帅啊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那首野狼Disco 但是保时老旧作为一个音乐人 绝对不仅仅只是一首野狼Disco所能够代表的 他对他的音乐是有高于音乐本身之上的追求的 那么我相信他也会把这两年在音乐上 更多后继勃发的能量带给这一次的舞台 因为他绝对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如果你爱我 你会来生活 恭喜我们新的一位全国新强潘沉 2009年快乐女生比赛当中的潘沉 其实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方方面面来说 她都具备了成为一个优秀女歌手的素质 但是很可惜的是 在比赛之后 这十多年的时间里 潘沉并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 取得更好的成绩 反而渐渐淹没在了花语乐坛当中 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 也已经忘了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了 没有人认识也好 那就重新认识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如果再不会让你受任何危险 Put the ring on your finger 我又堵守望命 I'm your king You're my queen To the birth to the inn 在你身边 留宿与未疲倦 伴你一生一段字一段 如果个风铃也不开又见 目标退让你顺恋在前面 留宿与未经历寻在旁边 如张风笑仙 看领富同亚一年 你也好 你也好 每天走到深发泉 用着风吹也吹 真狗拍我两好意 笑语的 放心傻 就与他心哼着伺 有时你像女儿 有时你像母亲 总是比我笃定 你总是给我鼓励 像火山一样热气 像湖水一样平静 你温柔而又美丽 你坚强而又独立 遇见你 我是多么幸福幸运的 像两只白色的亭儿 起头冰静着 脖子紧紧的缠绕 抱紧互相的暗号抱紧 尘世的转向好决命运呢 飞过平原 飞过冰川 飞过高山景 飞过海岸 划破星空越野 两只勇敢的杀却 好威力 我快打着你 躲避十千的脸 只要你相信 也会美丽 不要为了你 成为一个比例 你见不乐意 有时不分离 我的网红 怎么为你打烧鸡 春风小鲜 看应不痛那一年 天天也好 气也好 每天早都想翻译 用着风吹亚车 赞骨卡我留好意 笑于你 当心者 就如决心哼 借词 如装风小诗 如装风小诗 看应不痛那一年 我好 你也好 气也好 每天早都想翻译 用着风吹亚车 让我卡我留好意 当心上 如装风小诗 如装风一旦 如装风一旦 好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保持老机友153 大家好 我是歌手潘城 我已经很久没有作为一个歌手站在舞台上了 所以我今天其实又紧张又兴奋 这种感觉已经把我自己现在感觉在做梦似的 有点懵 对 其实 这首歌叫《漫步人生路》 当然里面加入了大段的rap 这个rap的词也是老舅你写的吧 对 写的头发都掉了不少 你发量挺多呀 说唱太难写了 词太多了 《漫步人生路》这首歌非常非常经典 它其中写了一位女性对于感情的执着和坚定 所以我在写说唱部分的时候 整个的想法也是想歌颂我们伟大的女性 真的 尤其像我们这种以前特别特别平凡的穷小子 然后因为音乐想走上一条不平凡的路 但是你身边如果有一个爱你的人支持你的人 你才能有这份动力 也是想把所有的这种respect传达给 陪在这些穷小子身边的伟大的女性朋友们 对 没有你们成就不了任何一个rapper respect 潘城 你的声音非常的好听 第一次见你的现场表演 我觉得你是一个唱歌非常稳定的一个女歌手 谢谢老师 谢谢 我非常非常喜欢今天晚上你们两个的表演 而且潘城和老舅的这个状态非常的契合 他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浓浓的港风的味道 然后又有新的表达 好像描绘了一个童话故事的感觉 对 有点那种意味 这个状态我觉得跟老舅的状态很像 大家可能看到他是那种disco的感觉 就是他会读那种孩子的诗 凯鲁雅克的小说 不敢当 不敢 我觉得这些有诗意的东西 都在歌词当中就有展现出来 我觉得老舅身上其实也有 不只是那种PE disco 可能他还有诗和远方在他的身上都可以看得到 最近网上也有一句评价 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老师老舅 他们说如果你只知道老舅的野狼disco的话 那你其实根本不认识他 因为他是一个音乐师 不敢当 不敢当 我还特别知道老舅你写过一首歌 是致敬孩子的对吗 对 其实是在我大学阶段 写了三年才写成的这首歌 是我几年期间一直读孩子的诗的一个最深的感悟吧 包括孩子是我浪漫主义的领路人 对 一生的偶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